别这样啊 小姐 我们工作有规定 没有预约不能进啊 哎 我这是您的 回这儿 董小北 我跟你谈谈 啊 这位姑娘 我们正开会呢 你 这么着 你们先开会 我去陪莎莎聊聊去 莎莎 走 帮我去我办公室 散会 找人谁啊 我也不知道 太快了吧 请坐 不坐 那请说 我辞职了 为什么 待遇不满意 不是 工作不顺利 不是 那为什么 你 我 我承认 我让子林去找过你 可我没有挖墙脚的意思 这锅我可不赔 刘望让我拿下你港口那块地 给了我二十万当打信 刘望这小子 可是蛮拼的呀 然后呢 我辞职了 你想要什么 我给 我想要 告诉 我不是你说的那把梦 días 一定 生一 也激 王 那你找我干嘛 说吧 你 有三个选择 这张卡里 有二十万 你收下 咱们互不相欠 二 你跟我去吃饭 哪天在哪吃什么拟定 咱们握手言和 三 你要来我的公司上班 职位和待遇 你说了算 说完了吗 说完了 那你可以走吧 我需要答案 我的答案是 就当我们从来都没有认识过 这个答案 它没有出现在 我给你的选择范围里 今天 你必须给我答案 否则我不会走的 你不走我就叫保安了 叫吧 你不停 我的答案是 就当我们从来都没有认识过 这个答案 它没有出现在 我给你的选择范围里 今天 你必须给我答案 否则我不会走的 你不走我就叫保安了 叫吧 何必呢 兄弟 你还是走吧 我不走 看着你也是衣冠楚楚 一个文化人 怎么就不明白一些道理呢 这不是道理不道理的事 我呢 前脚出了你这屋 后脚我还得去找他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为了你 我们大中午连中午饭都没吃呢 回头我请你吃饭 谢谢您了 我劝您 还得赶紧走吧 你快别骚扰 人家那姑娘了 我再说一遍 我可没有骚扰他 那您在这儿是为了什么呢 因为爱情 爱情 这些够吗 好 下单吧 二位有什么忌口的吗 没有 我这算救死扶伤吗 你这叫落井下石 你这是知恩不报 要不是我 你还管在保安室呢 说不定现在已经移送到公安机关了 那也行啊 我就在狱中面壁十年苦思冥想 终于想出一条毒计 你等我出来之后 我就把你置于死地 我有这么坏吗 我也没那么狠 说是你的啊 我得向你道歉 关于一把米的事 我之前真的是以为 你跟廖旺是航歇一气的 郑大 那你想怎么个道歉法 认罚了 喝什么酒 随你 服务员 把酒单 来 这个 来瓶白的 味道怎么样 嗯 吃完这顿饭 我们就两亲了 敬你一杯 为了我们两亲 什么意思啊 不喝啊 我觉得 现在咱俩 怎么算不亲呢 你亲没亲我不管 我是亲了 喝完再亲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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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差不多 说吧 你想怎么亲 我现在 正式地邀请你 加入我的大洋集团 你也不认识 我去 为什么呀 你给我个理由 我不想刚出狼窝 又进口血 什么意思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不认识 喝了这杯酒 我就告诉你 好 好 我辞了害海海 是因为 瞭望的个人目的 触碰到了我的底线 我不许你们大洋 也是因为 你的个人目的 同样触碰到了 我的底线 多有什么个人目的 你不认识 你在本身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对对对对 我再喝一杯 我就是好奇 给我个理由 你不认识 理由 很简单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 不远 你不认识 小莎 你现在过去来嘛 那人是我的 小莎 小莎 这么正 咱俩先去我办公室 咱们先聊会儿 好不好 行 没事 我拿这么多东西 给我开门 小莎 小莎 这次是我没拦住 这次是我没拦住 以后杜小姐来 任何人都不许拦 直接进来 好好好 还真是吧 小莎 咱俩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最近过得怎么样 我这下午好多事 我就不陪你们聊了啊 那个 完事了 莎莎 你要愿意的话 等我玩去坐坐去 出去 把门带着 好 不好意思啊 前几天是我不好 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能喝酒 所以 这算是道歉吗 算是吧 那你现在怎么样 好点吗 特别不好 还上了趟医院 不至于吧 医生说很不幸 留下了后遗症 这喝酒还能喝得出后遗症 这种病啊 患病的概率很低的 结果呢 让我给赶上了 那你现在是什么感觉 很简单 无法独立跟着 那看来你真是病得不轻啊 吃药了吗 绝症 无药可治 不过民间倒是有偏方说 要是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 每天都陪在我身边 鼓励我支持我 兴许 这病她就好了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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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有的 可能是吗 是吗 是吗 他对了 还是吗 我对了 都知道是吗 你会认识到你了 这个人 你不能利用工作方便 对我眉来眼去谈情受爱 发微信也不行吗 下班 好 那第二呢 第二 我不干法务 不过我可以帮你找人来应聘 你为什么不干法务 我不喜欢 以前考大学是家里人给我安排 毕业以后也只能干相关的工作 我从小在港区长大 每天面对着港口 我最想干的工作跟港口有关 咱俩又想离开去了 我现在深水港的项目马上就要启动 实际上在那儿我需要大量的人才 你看 当时你跟我谈判的时候 态度明确 逻辑清晰 而且看看你的形象 性格 气质各方面 当时我觉得你最适合做的 就是市场部的工作 可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一块 你就不怕我做不来吗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手把手教你 你少来 你说的我也未必会听 那这样 我把老韩给调回了 老韩是我的副总 干港口干了几十年 我让他做你的师父 一言为敌 一言为敌 那我明天来上班 求之不得 能 frui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